大家好,我是小雨,欢迎来到缤分娱乐秀,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,我们会每一天准时的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,缤分娱乐现在开售。 每个人的青葱岁月当中,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,都有一段关于牛仔衣的羞涩回忆,牛仔衣,牛仔裤,不管是什么形式,这件单名材质的单品都是青春张扬,帅气不羁的,最佳载体。 他让他貌似是拥有着无穷的生命活力,敢与天功势比高,敢与一切不顺眼叫板。 他是内心想要征服世界的有力说明,他是年少轻狂的梦想与寄托,但是他同时还可以帅气斯文,可以成就着年少气盛的美好。 比如说千千公子王一博,王一博在最新活动当中就以一身牛仔衣的造型示众,头发紧短的他,在这一件的牛仔衣的配合加持之下,修长帅气,精致有形。 他用他自身的贵气把休闲的牛仔衣穿出了高大上的绅士,既视感。 用独特的搭配手法解锁了牛仔衣的另类穿法,还真的是百变王子啊。 在他的演艺师下,牛仔衣一跃的成为了高阶单品,就连品味也得到了升华。 他的这套牛仔衣和牛仔裤本身配色就显高级,区别于一般的牛仔蓝,加入到了过多的灰色之后显得高级了不少。 而渐变拼色图案变化富有灵动的变化,这也让这一套牛仔衣提升了品质感。 从搭配方面来说,他用白色衬衫和领带以及白色皮鞋这些带着精致气息的单品来搭配。 休闲与精致混搭之后的绅士气息特别迷人,整体干净利落,从上至下一气合成的流畅线条衬托得他温润得体。 第一次看到把休闲类的牛仔单品穿出高品味的,这和王一博本身的气质当然也是密不可分。 戴上眼镜的他是不是格外斯文啊?剔除了一些轻狂注入到更多的温文尔雅式的书卷气息,增加贵气特质,显得文质彬彬更让人喜欢上头了。 头发剪短之后的他,富有朝气,精神气儿十足,清亮的眼神给整个画面的质感带来了立体感,仿佛他活生生的站在你的面前一样,神情演绎到位,表情酷拽,立体精致的五官脸型,还真的像拿着画笔一笔一笔描画般的完美啊。 可是他的潮裤却被舞台中的笑容破功了,有着温暖笑容的他微微一笑都能够让人心马上的暖化掉,嘴角上扬,眉眼含笑,原始的纯美帅气,自然然意,还真的是迷人啊。 瞧瞧他认真鸡鞋带的模样,这单腿站立的姿势没有一点平衡,可是很难拿下的。 这双白色皮鞋纯净美好,介于休闲与正式之间,用来搭配休闲的牛仔衣正好。 都说一个人最迷人的模样呢,就是专心的做一件事情的状态。 这样的说法在王一博的身上得到了完美印证,完美如他,就连系一个鞋带都这么的认真,有模有样。 白衬衫对于男人来说呢,同样是经典单品。 结果一个男人帅不帅气,就看他穿上白衬衫之后的那一份身姿和神态。 挺拔有形,玉树凌风,神态自若,静静流淌的高级气息,才最让人心生欢喜。 吃瓜不挺,娱乐不断,感谢大家关注《缤纷娱乐秀》。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,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。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,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。 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。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,拜拜。